日本右翼代表人物 前东京都知事石垣慎太郎 今天在东京召开记者会 宣布从政界隐退 82岁的石垣 在刚结束的日本众议院的大选中落选 他作为最高顾问的次世代党 也在选举中惨败 石垣的隐退和他参与领导的政党的惨败 说明了什么 接下来我们联系 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戈兰 请戈兰来介绍最新的发展 戈兰你好 戈兰就首先来介绍一下 石垣今天宣布从政界隐退的情况 好 石垣今天在东京的日本记者俱乐部 召开记者会 他回顾自己50年的涉及政治的人生 说他在这个50年中间 他多次把自己放在历史十字路口的地方起作用 同时他作为一个政客 他政治家 他也还能写作 他所以非常感谢 他是应该感谢的人生 但是他说这次选举的结果 让他下了决心从政界隐退 那么他现在是以很高兴的心情 离开政界的 林森 戈兰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石垣圣太郎 他是日本这个叫做次世代党的最高顾问 我们再来说这个次世代党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政党 好 次世代这个党呢是今年八月 石垣圣太郎呢率领了18名的国会议员 从维新党里分裂出来的 他们跟维新党闹就是因为政策的问题闹翻了以后分裂出来的 那么这个十几个包括他在内19个这个国会议员呢 都是年纪比较偏大的 那么这次他们出来竞选的时候呢 他们的他本来因为石垣圣太郎就是一个极右形象的这么一个政客 那么这个党的形象呢也就是这种样子 那么这次的选举呢 他们还吸引了两个就是日本社会上很比较典型的极右的人物 一个是前航空自卫队的幕僚长田母神俊雄 另外一个是前参议院议员西村真武来作为他们的候选人 所以更加增加了这个党的形象 那么另一方面呢他们自己也宣称就是他们比自民党更右 然后他们说他们的要的目标 这次选举的目标是要分裂自民党和公民党执政联盟 让自民党跟他们跟这个次世代党合作来执政 那么叫引导自民党走向更右的 就是他的意思就是更右的这么个方向 但是结果呢就是说这么19个议员的竞选呢 还有加上其他的一些候选人 最后的结果呢就是只有两个人当选 那么他们就被现在被形容为 在这次选举里面最惨败的一个政党 戈兰最近这些年国际社会经常说 经常批评说日本社会是倾向于右倾 倾向于保守 那么为什么石元他所代表的 像他是一个知名的这样的右翼的人士了 他代表的刚才你所说的这么右倾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政党会在这次的选举当中遭到挫败呢 另外这个又会对中日关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其实啊我在日本20年的期间所接触的人里 日本人里 我觉得就是日本社会呢 极右或者是极左的人都是极少的 那么从这次这个选举结果来看 也是他们就是说 真正是极右的会去支持这个次世代党的人 是很少的 所以他们在他们得票率是很低 这是第一这是一个主要的方 主要的问题 另外一个主要的问题 是技术上的问题 就是说在日本这个社会上 你你去竞选的人的时候 你要是这个年纪太大 实在是没有魅力的 这个这个是一方面 在一个方面呢 他们是要很多时候是跟自民党去争 那么他说比自民党更幼 但是其实在支持次世代的党里面 就有一些支持者呢 是比较温和一点的 他们其实基本上赞成自民党的观点 所以呢 他们投 而且自民党的候选人呢 很多是年轻的很有魅力的 所以他们投票的时候 特别是女性会女的选民 会投这种比较有魅力的人的票 所以这种方面也是对他们一个不利 那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 技术上的原因 所以一般现在分析 他们的失败是这个原因 那么至于说 这个党的这个失败 跟对于中日关系 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想就是说 就是说这个事情 也说明了一个 你一定要在日本社会上 太幼的话 你太偏激的话 可能不会引起什么好的结果 会让人有一个这样的感觉 那么所以说 这样的一个感觉 这样的一个显示的 这么一个感觉 是对这个执政党 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比如说更具体 对安倍会有什么样的 安倍会怎么想 这是一个方面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 至少就是在政界上 就是在政坛上 就是极右的这种口号的人 会比较少一点 这样的话 我想可能 这个从政界上来讲 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好的 谢谢格兰 这是美国之音 驻东京特约记者 格兰的连线报道